欢迎来到忍者无敌聚宝期 我是主持人德宇 赶紧欢迎我们面面俱到的大人哥 同时也是这一本交易期货的第一本工具书 畅销书的作者 我们摩尔头顾的陈宽人分析师 大人哥你好 德宇好大家好 哇看到咯 我们交易期货的第一本工具书 大人哥亲笔签名版的抽书活动 倒数计时了 我们下周一就要抽出幸运的粉丝 拿到这一本大人哥的亲笔签名版 那么如果您还没有加入的话 赶快先把大人哥的这个light给加起来 我们的ID小老鼠DAREN888 小老鼠DAREN888 那么参加抽书的方法都在里面 记得资料都要填写正确 你就有机会得到这个交易期货的第一本工具书了 那么其实呢我们的这个YT频道 留言区开放的 但有很多的这个粉丝呢 透过我们的这个light 透过我们的YT频道留言区跟大人哥互动 他说以前不懂期货 现在透过大人哥的教学 发现期货真的好好用 多空双向 而且超灵活 特别是像现在这种黑手在场内 蝴蝶不拉抬超年的盘式 期货的灵活性真的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但是要怎么样活用呢 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大人哥了 好 德宇好大家好 那我们节目都分成两段 就是上半段的话是股魔力 你可以就透过这边的连结看得到它 那上半段的节目的时候 我已经跟大家说的很清楚 就是你看今天 有没有台股又是一个 一手但是不公的行情 因为就中场台股大盘是下跌30点 可是你看那些中小型的个股 当然做期货的人 没有办法赚到中小型股 因为它毕竟就是一个大小资的观念 因为期货还是看方向 看行情方向 可是如果你有看到中小型个股的话 你会发现说 怎么开始有一些低阶买盘 而且充满了活力 而且你看电子的成交比重 竟然从不到60 现在已经到刚刚收盘的时候 63 已经到63了 所以真的有一些人在 逢地去做一个买进的动作 那胜货是我再给你看另外一个东西 这是今天刚刚尾盘发生的事情 但是来不及反应 那你看哦 有没有在这个工具书里面交给大家过 我们的好朋友贝林 对对对 或者是那个我们的YouTube频道上面 特别帮大家加拍的 财经软实力的节目 掌握这一招 书里面写1000点 因为那是抓国安基金 然后呢 这一次的话是在8月底录制的话 是2000点 因为今年又用贝里 抓到2000点的波段行情的起涨点 很厉害 嗯 好所以那个旁边 那个是软木口软辣哥 就是财经专家 那因为我去他的节目去受访 然后就把那个影片拿回来 放在我们自己的频道上面 来给粉丝做分享 所以你看到一个状况是 其实今天 这是今天的台股 左边台股大盘 大概在一点多的时候 还在破低点 可是呢 今天的期货的指数的话 竟然是10点那边 有去给他一个跌破之后 尾盘这边呢 就没有跌破了 所以它其实就是一个尾盘 发生一个背离的现象 那酝酿转折 我只能说酝酿 因为它来不及 如果你再给它多一点时间 搞不好它就往尾盘 就给它啪的一下拉上去了 因为它发生在快要收盘的时候 所以没有办法 所以这就只能说 那就只能等下个礼拜了 那不过你有发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你看这边就是 我说我每天早上八点半的时候 会给我们的会员团队一则 那个盘式的看法 跟一些压力支撑 那你现在目前 就是正在看聚宝期的你 你就可以大约可以去揣摩一下 这样的一个情境 因为毕竟有一些压力支撑 甚至操作点位的部分的话 那是我们自己会员的权益 跟法规的限制 所以不可以再 就是反正就不可以提早跟你说啦 所以你看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我今天早上说 8点31分的时候 我说支撑看17500的整数关卡 那因为散户还是略为偏多 所以这边目前的一个状况叫做是 还是必须要看着黑手 跟看着那些散户的状况 去做50点跟100点的一关一关看 所以我原本抓17500 这边是整数关卡的支撑 结果今天给我啪的一下去给它跌破 可是呢一个跌破马上拉起来 就表示真的有黑手在手 真的有人不想给它跌破 真的就是我的支撑 连国安基金 不要说国安基金 因为国安基金它说它退场的啦 但是不管怎么样 关股就在里面啊 不能让行情跌得太难看的那只黑手 也在里面啊 所以就给它支撑就守住了 所以我说今天的内容叫做是假跌破 但是手支撑顺便洗盘 那这边也想要突破600 可是我也说过了 这边是650跟600变成是两道波段 跟短线的压力 所以其实今天的行情就是被困在600到650 和这个接近500这附近的关卡的价位 这边 所以这就是今天你看到的状况 那这也是你看到的 今天有假跌破手支撑跟背离的一个现象 那今天的话是震荡区间的话有135点 比之前比昨天大一点啦 那如果以操作面来说的话 其实我们也可以给它看一下最近这4天 因为这礼拜是只有4个交易日 所以这是礼拜二 那因为礼拜二的话 有点像是多转空的状况 所以我们可以在这边去做一个放空 然后尾盘不管是小星星大星星 就是就可以去做反手放空 停地出场的这样一个动作 这是礼拜二 那礼拜三的状况是比较正常一点 或者说比较送分体一点 因为它就直接跳空下去了 然后那个空讯就跑出来了 然后尾盘就获利了结 就赚钱就赚18600块了 所以礼拜三的状况的话就是像这样子 因为二三 那昨天因为小区间所以被扒到 我会老师跟你讲 那今天的状况的话就是比较 也有点像是多转空之后 可是因为其实今天也是没有那么 样大的波动的行情 虽然它的区间有到130多点 可是你会发现说它其实也是 一跌下去就有背离 然后一跌下去就有500的 那个整数关卡的支撑 所以其实那个 往下杀的力道的话也很有限 所以也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大概就是一个 如从我们刚刚前面看到的 操作的方向的地方 那不管怎么样 我都说过很多次了 就是赚大赚小 绝对都是行情来给我们的 那你可以等一下等大行情来的时候 或大波动出现的时候 你再去做 或者说你等我说过的台积电 联发科成交量 这几个关键 去真的有出现的时候 你再去顺势做操作 那这个时间点 你就放小你的部位 然后你就是赚得到的赚 那该等待的 该守好你的停顺天力的 你就好好守好 所以就是我常跟大家说到的 顺着毛摸的这样子的 操作策略的地方 那如果你不能做当冲 我也说过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的聚保期 也可以做波段单 对这是短波段的策略 那你会发现说 也是一样 一定都是有赚有赔 而且我可以很大胆的 很大声的告诉你 去年2023年的绩效 逐月的契约的绩效的话是 赚109笔 那亏了68笔 大行情的时候 我们可以赚1000多点 12月闷盘没有行情的时候 也只能赚200多点 所以这就是 你可以看到每一次 每一个月的相关的绩效 赚了走9700点 195万的这个数字 来给大家做分享跟参考 那我说过了 在我节目里面 你永远看不到 股票也是 期货也是 你永远看不到文赚不赔 你永远看不到天天涨零板 但是你可以得到很多很多 正确的操作 看盘 甚至像是一些策略的方向 所以这就是我觉得 我们节目可以跟别人不一样 也就是感谢大家的支持 把YouTube的订阅人数 不断不断在创高的原因 真的感谢大家的支持 所以我们之后会直播更多更好的节目 来给大家做学习 所以在这样情境之下的话 其实到目前为止 我觉得台股一样是震荡片多 但是你可以多空双向操作 因为你短信上面涨多 拉回你可以做空 可是如果就后续行情在往上的过程中 我也可以做多上去 因为多空双向灵活操作 一直都是期货 它跟股票限货是不一样的地方 这也是一直以来都是 期货的特色跟优点的地方 所以真的值得你好好把期货 把它学起来 书本抽起来 签名先明白 对只有我们节目有 那你如果去书店的话 可以买到书 但是买不到我的签名 来这个一定要跟大家说限量的 限量是残酷的 来实战班就没有了 不是没有了 就是额满了 排队等待中 限量也是残酷的 没办法 因为我这这么多的经理人 我真的不能收太多 因为收太多降低我的品质 我干嘛自己搭 我自己的脸 自己干嘛砸自己的脚 这都是要量身规划的 当然啊 所以这就是量身规划的资金效率 我都一定是说到做到 可以收我就收 不能收我也不能收 绝对我要兼顾我的品质 跟绩效 但是如果真的没办法 收实战班之前的话 你至少可以先准备50万 先把聚保期把它带回去 不是给我50万 是存在你的保证金账户里面50万 然后再用LINE的方式 然后再用打电话的方式 来跟我们问一下说 怎么样把聚保期拿回去 手机跟PC都可以使用 然后就那个讯号都很清楚 都很完整 然后呢 你就可以跟着我们的聚保期 那一起迈向财富自由 需要协助的话 那就跟我们做相关的洽询 好以上就分享给大家了 邀请您现在就可以利用 免付费的沾线电话咯 0800-66-8085 0800-66-8085 直接加入我们的期货财富自由计划 来体验聚保期的威力 当然你也可以利用大人哥的LINE 小老鼠DAREN888 小老鼠DAREN888 直接私讯大人哥 那么在加入我们的期货财富自由计划 同时也能够参加这本畅销书 交易期货的第一本工具书 大人哥亲笔签名版的抽书活动哦 到这个周日晚上截止 那么下周一就会抽出幸运的粉丝了 感谢你的收看 也再次谢谢面面俱到的大人哥 摩尔头顾 陈坤仁分析师 谢谢大人哥 谢谢 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 我们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影片的上片通知 要获得最早最专业的韩式提醒 和更多的精选个股分享 请加入我的LINE和Telegram官方账号 ID是小老鼠DAREN888 谢谢大家 摩尔证券头顾 0800668085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